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Rocher 咸黑餐 我是一位食譜專欄作家 料理導師 和一個很喜歡講故事的Home Chef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一個葡國薯仔龍湯 其實薯仔龍湯是一個葡國湯 葡國菜有一個國湯叫Cardiverde 即是平時我們隔離澳門都會喝的薯蓉青菜湯 但今天我的薯蓉湯是比薯蓉青菜湯更簡單更容易做 首先講講食材 當然我們會有洋蔥 洋蔥是很多時候我們在葡國菜或地中海菜 其中一個主要食材 今天用了日本洋蔥 為何會用日本洋蔥呢 感覺上日本洋蔥會較為甜 除了洋蔥煎奶 當然了我們的主角就是薯仔 薯仔其實很簡單 我自己個人會較為喜歡用的美國焗薯 Baked Potato 這些在超市甚至在街市都可以賣 用它的原因是煮出來不會很容易爛開 尤其是用來做薯仔炆雞翼很棒 除了之外還有蔥 蔥就是日本的大蔥 我們預熱我們的湯煮 洋蔥很多時候在我的料理班中 我都會教同學說有兩樣東西要注意 第一就是如果我們想洋蔥是較快熟透的話 我會將它逆紋而切 然後把洋蔥的纖維分開 將洋蔥的纖維分開 變成相對來說會快一點可以煮得到 但是反過來 有時候我煮菜 如果我是想看到整個洋蔥的一條條一絲絲 那你就要順民去切 第二樣東西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切洋蔥有時候會說 切洋蔥我們會哭得很開心 有什麼方法可以不會哭呢 以我來說 我通常會盡量不說太多 不說太多就不會吸收到洋蔥的藥物 有時候有人問會否戴眼鏡 某程度上也可以 不過最重要是什麼呢 煮多幾次你什麼都習慣了 好了 這個鍋已經夠熱了 這個時候我就是加少許油 我就是用上橄欖油 就是煮食用的橄欖油 我先煮到預熱 然後我第一樣就是爆洋蔥 爆洋蔥的時候我就可以再切日本蔥 所以邊做邊煮 這個湯很快就可以做日到 洋蔥本身其實挺吸油的 所以不妨可以加多一點油 但是你不需要擔心一下 因為戳榨橄欖油的冒煙點 其實是再低一點的 而且戳榨橄欖油也是第一層 變成它的味道會較為香 較為濃 很多時候地中海菜都會用戳榨橄欖油 通常蔥處理方法就是頭部 那一部分我會不用的 如果是否用來扔呢 不會了 我自己本身就會留在冰箱 有時候我們自己做一些素菜湯 熬的湯底就可以用這些叫做菜頭菜味 好 我現在先爆洋蔥 當你看到洋蔥開始有點縮 好 你嗅到洋蔥的香味 你不需要污下 你站著已經嗅到洋蔥的香味 那即是說洋蔥差不多已經可以了 好 接著這個日本蔥 我們把它切片 好了 洋蔥現在差不多 這個時候準備把日本蔥放進去 一放進去就已經聞到很香的味道 然後把我的名火調成小火 因為我不想太快就已經是焦了 爆炒的時候我可以準備這個薯仔 其實你要切到什麼尺寸呢 真的沒有一個yes or no的答案 你想它快一點是煮到它軟身的 你就切它小一點 你看到洋蔥有點啡 是不是焦了 其實不是的 因為洋蔥本身裡面有很多糖分 其實現在有少少像焦糖化 已經爆炒到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我可以把我剛才已經切好的薯仔 全部都放進去 可能會問我 John Sir 很多時候我們做西餐 做一些湯 很多時候會加些麵粉 那我今次要不要呢 我想告訴你是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薯仔本身 它已經可以挺稠的 所以我是不需要加麵粉 但反過來我做其他的湯 我就有機會在這個時候就要加少許麵粉 好了 下薯仔之後呢 把它再多炒一炒 然後我就會加這個上湯 今天就準備了這個素菜湯 這個是一個沒有肉的湯 但是有時候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會說 哇 無肉不歡 可不可以有些肉呢 那就可以選用雞湯 這些全都是在超級市場賣的 特別是煮西式料理的 很方便的 我加少許這個上湯 下了湯之後呢 好 接著呢 我們第一樣就是 把火 把明火開大去 煮回滾去 當它滾了之後呢 然後就蓋上蓋子 轉做是中小火 煮它大概是15分鐘左右 直至薯仔軟了 然後就準備做下一個步驟 放一塊玫瑰葉進去 等它的味道會再香一點 煮一下煮吧 煮了差不多是20分鐘了 看看吧 其實很香 基本上湯差不多已經煮好了 下一個步驟 我就會用手動攪拌機 把這個湯打碎 我家裏沒有手動攪拌機 怎樣才好呢 在煮西餐裡面 通常我們會有幾樣東西是必用的 第一個就是一百刀 即是煮西餐的刀 然後第二樣就是一支叫Hand-up 一些是輔助你 很多時候我們煮西餐也要用到的 不妨可以去買 其實真的風險有人的 有時候很便宜的 百多元也有一個 或者去到很貴也可以的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你怎樣呢 你就要把這個湯 就不是薯仔龍湯 你就把它當成為 這個薯仔青菜湯 即是不打碎 都可以的 好了 現在就準備關火 關火後 就準備用手動攪拌機 還有記住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我先把月桂葉拿出來 記住千萬不要打進去 因為我自己試過 我小時候不知道 連任花月桂葉打進去 然後喝了出來 聞起來很香 但吃下去原來是苦的 好了 接著就關火 小心點把它打爛 快點打得好 就像我這樣斜斜地 切成這樣做 千萬不要整個 全部插進去 因為你插進去 基本上沒有空間做 是你打來打去 你打不到的 這隻打的時候 你已經發覺 湯已經開始很奶油 這個就是我們要做到那個效果 如果你想它再稠身的話 你可以加多半個薯仔 又或者 教你一件小秘訣 放大約是一至兩個湯匙的冷飯 一起去打 這樣會令到那個湯很稠身 好了 做完之後 接著我們要加一點 就是這個是全脂奶 試一試味道 急不及待 嘩好香 好了 我不妨加一點點糖 去調味 現在看下去 這個湯已經可以吃 但我想吃得更健康 還有就跟你說過 這個也是 葡萄牙的薯蓉青菜湯的變咒版 所以我就會準備了 一點點魚衣甘辣 大家知道是一個很健康的食品 是一個超級食物來的 我會切一點 然後煮好湯之後 先將魚衣甘辣 灑在表面 然後加一點調味 黑椒 然後就可以吃得了 一個很簡單 快、靚、正的湯 這樣就好了 希望大家喜歡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